要爱就表白 蓝桃花别摘 你穿冰的鞋 也不输姿态 少女性的青睐 未必须无情作怪 那个假面让你期待 一个心跳也别浪费 一个恋爱 一句情话也能绽放 一片花海 不怕多被动的你害 害羞还是避开 等我把刀雷好领带 别爱你重来 有的你就爱 我不听蚊子叫 逃避拜拜 我会为你stand by 我会为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 妈 我爸没在家啊 你爸不是让林芳芳给叫出去了吗 那芳芳把东西放进屋里了 你爸 他那样就是 幽写书 我最后还是你的手术 再来吃产的那个程度 我还是把把这事跟打猫说清了 但我真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是为了他好 因为每次我看的 特别难过 我就觉得 其实人呀 很多事 很多回忆 我还是忘不了 可能也就是 暂时把他封存在 心里面的哪个角落里 时不时地 不知道受到什么刺激 他又会犯人 而且那种东西会 会让他更痛更难受 而且这东西 一天不正式地面对他 他就一天没有办法真正地 像正常人那样生命 我得说你 你们也相信我 我对他猫 我有对他那点心 不会比你差 我们一起试着 帮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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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我不是故意骗你的 我是真得病了 人家是害得相似病吗 再见不到你我都要死了 你作为一个姑娘干的 能不能清真 说实话怕什么 不是团阅那些表里不一的女生吗 你别生气了 既然都出来了 你就别拉着脸了 忙忙碰碰碰嘛 你别生气了 我请你吃饭陪伴你好吗 行行行 你说吧吃吧吃吧 真的 那我可得好好想想 吃 吃什么了 喂 二舅 妈妈 你妈妈回国了 她想见你呢 是你二舅给你打电话呀 你怎么挂了呀 今儿不想吃饭了 你自己玩吧 你怎么走了呀 厨房的烟头是你弄的吗 借了这么多年怎么又抽上了 你这两天失魂落魄的 饭你也不好好吃 怎么了你这是 咱家地下室的钥匙呢 你这钥匙干吗呀 那地下室呢 都是大猫小时候玩的那些玩具 我舍不得扔 然后换记的衣服 还有你那些书 都是图 我想去看看 你会帮忙 你那些乱 也不征兀 你也不想去看 我家里的钥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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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妈 我爸怎么还没回来啊 一声没客气出去了 没事去哪儿吗 没有啊 我去找找他去啊 是在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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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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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女生 他不在那儿呢 我可很想 我真的不在那儿呢 他不在那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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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老师 男女 女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家吧 我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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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了这么大周折 可虽然找到了一个还挺满意的 还挺靠谱的男人 哥 你以后就别总想着我了 我怕耽误你了 你又跟这儿瞎琢磨什么 咱之前不都明明白白地说分手了吗 我干嘛还点击你 我闲的呀 好 听吧 你哥这人没什么其他的优点 就一点好 事实如物 事进退 你就踏踏实实谈恋爱 甭替我下层心 那你怎么不找女朋友啊 你给我找个嫂子也行啊 我这店里生意越来越忙了 忙得都脚打后脑勺了 哪有那工夫 我想这等的事 再说了 你有一个哥不挺好吗 要什么嫂子 还不够我跟你争争吃醋的呢 那什么 以后要是他要是欺负你 你就跟哥说 哥替你直接出气 打他个门地照样 他要是跟你道歉 你俩和好了 哥就去跟他赔个故事 要再找你 要再打 打到负位置 打到负位置 怎么还掉上筋痘了 真把人当娘家了 盈子 那也得等到你初夏那天 再整这厨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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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擦擦擦擦 别一会儿让客人看见了 还以为我欺负你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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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个 我去把这床收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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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留下吗 行了 当然可以了 我看得到你这 一过天前五位 我心里边的事 他就落地了 你哪儿来这些照片 以前去你家的时候 我翻 翻相册嘛 觉得好看呢 忍不住 就就就就就留了两张 原来是我家的呀 肯定是你家的呀 不知道你还会偷东西啊 你偷我的也就算了 干嘛偷我跟我爸的呢 还无其污嘛 你跟你爸在一块儿 你笑得是最开心的 最好看的 那什么 谢谢你啊 好 好了 我说得差不多了 下面请各公司的负责人 汇报一下 上一阶段的盈利情况 以及下一阶段的业务计划 先从头拿开始吧 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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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别动 您叫我是吧 快坐 怎么回事啊 听说最近盛达的业务 也不是很忙啊 怎么这一把你累成这样的 齐总现在是年轻气盛啊 工作越是不忙啊 晚上才有别的可忙 去去去去去 是啊 听说齐总的女朋友 特别漂亮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啊 可以 开会呢 开会呢 大家都严肃点 那个 别听谈不下说 我对你真是有点忙 没有救护 小齐啊 是 大家都是从年轻之后过来的 但是有些事 该截止还是要截止 是 是吧 身为公司领导 要尽量做到 事业和生活两个物吧 对 对 对 袁总 您教育得特别对 说的都是电耳上 对了 小齐 上次你们公司的货 被海关查扣 听说你有个朋友 帮忙托官也开了个证明 有这回事吗 有 对 那太好了 那你找你的朋友 再帮一次忙吧 是这样 吴董事长的一个朋友呢 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 如果你帮他摆平了点事情 那胡董事长 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 哥 哥 哥 刘子 哥 来了 好 那你赶紧坐 我给你那点吃的 不用了 哥 那个 我给你 买了点东西 你带我来 这你不还能用得上吗 你看 来就来吧 还拿什么东西 这不前几天 你还送我巧克力呢吗 我这里一下往来 我会给你带礼物回来 对了 以后你别再送我礼物了 我 我 我那天就是 一时兴起 送一盒小玻璃 你说你今天 特地买这么多东西 到着远跑过来 还我人情 咱俩之间的关系 不至于生存到这个地步啊 没有 哥 你想多了 没有 没有 不是 我这不就路上顺便那个 买了点东西吗 而且我今天来 其实是有别的事 想跟你说的吧 什么事 我们那红酒庄吧 过两天有个红酒品监会 我呢 当主持人 好吧 好吧 我也觉得特好 那个 就想问问你了 这个我想通过这瓶酒会 把自己能更好地展示一下 这个 你说我在男人眼里吧 我是不是 这外表上有什么缺点点啊 这缺陷之类的 你给我提点意见 你挺好的 瞎做过什么你 哥 我没瞎做嘛 那你说 现在人家不都讲要 自我提升吗 我对他爸自己在好好提升提升 而且我都不知道自己缺点在哪 我怎么提升啊 最关键的是 你说 这不是我问别人 你不合适吗 问你们呀 你就给我提点意见的 达哥 没事 我都做好心理准备了 你随便提 怎么都 就只要我脑不好什么都说 没事 英子 俗话说 人无万人 是人个零吧 对 其实每个人的外忙都有缺点 只不过有些 放在别人身上算是缺点 但非要放在你身上 我都觉得是最好的 吴凰 风雜 不好意思 我这两天 联约那个 练得十约两次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抱歉 抱歉 那什么 那个晚上你有空啊 我想约你吃个饭 什么 逛街啊 逛 逛街也行啊 咱先吃完饭 再去逛街好不好 好啊 好啊 这几天晚上都得陪你 好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还想多陪陪你呢 对 正好这两天 我能空下来 行行行 那点什么 我 我估计我快到了 就在你家附近了 要不然你收收收 准备下楼 我到了给你打电话 你下来啊 好嘞 好嘞啊 一会儿见 好 拜拜 乔小姐 往这边看 这件怎么样 够够修身呢 这个 颜色 够亮吗 哪个好哪个好 我觉得要主持的话 还是那个好一点 这个啊 对啊 主持的话 你得选择大方点的 那是不是有点 那你看这个 这个呢 这个 这个 这是会更优雅一点的 东西一晚上都放得二多身了 我觉得都挺好的 您至于不至于 不就主持一下吗 我上次主持也没像你 咱俩能一样吗 我是为了这次主持 能把自己更好的 展现在大家面前 让我自己尽快地 推敲出去啊 行啦 您够美的呢 来 靠这些 这些 来 给你分享 来 分享 快快快 起来来 起来看 刚网购一堆又东西回来 这面膜怎么样 好用 是吗 拿 拿几片走 我砌两下啊 拿走 拿走 来 来 来 你再看这个 这个 这是什么呀 这个 是能够让我 达到巅峰状态的 你看这腿是不是有点粗啊 用完这个之后 瞬间 就能变戏 像我没有 您是准备去演 快乐兄弟的女主角吗 你不知道吗 现在就流行 不快怎样 行了行了 你别网购了 网购就分四个步骤 你知道吗 第一个步骤 你对这个东西 张心无险 觉得没有它 这世界都不转了 第二步骤 我断断拿下 一块心头大石落地 第三个步骤 小佳 看星星 看月亮 她是快递赶紧把我的 网购给我送来 第四个步骤 就是你现在这步骤 你看 这谁 这是 这是我买的吗 我买的吗 不是一 不是一感觉啊 然后也搁一边了 搁哪儿不知道 到哪儿落灰去了 不浪费钱啊 你说完了吗 说完了吗 这个啊 就都是我想要的 一点错都没有 我平时买的就是用品 真逗 你这个最近跟齐长怎么样了 这跟那护士怎么着呢 别跟我提她 刚好两天 现在又不知道 耍什么鬼把戏呢 每天都说要加班 要跟客户吃饭谈判 哪儿那么多事啊 那你 你看着她 我现在就给她 发一个销魂的短信 齐大夫 我现在胸口很疼 请回来给我揉揉 你这个女流氓呀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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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 乖 我这就回去给你揉全身 对 典型的齐长时恢复 不会不解风情 但也不会跟你太下惊喜 你说 你这条微信 要是发给谢思了 我估计啊 哥们儿现在就已经 出现在你面前了 你信不 真是 妈 你说咱认识这几个人 你说 要是林妈妈收到 这样的微信 会怎么样啊 这林妈妈 我哪知道啊 你这得问大猫啊 我问的 我问了啊 问一下啊 猫 刚才呀 那个乔儿给齐江 发了条微信 他就问齐江 他说他胸口疼 你什么时候赶紧回来 给他揉一揉呀 是我微信 要让你发给林妈妈啊 他怎么回你啊 胸口碎大石 太可怕了 你呢 笑得这么开心 我公司同事呢 发点点笑 这些人呢 就闲着无聊 你吃点东西 不用 那 能不能说给我听一听呢 这不太合适吧 这都是我们男人之间的那些婚段 我觉得跟你讲得不太好 你看 你看手机 连说话都顾不上了 想必是对这些内容 很感兴趣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我我对那些东西 一点都不感兴趣 说刚才有一个笑话 把我笑了一下 想多了 哎 你说 这齐家要再跟这女医生 这么勾搭下去啊 估计啊 这女医生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碰你这么个狠角色 我当然要保护我的私人财产 她要是知趣的话 看你出来不对劲就赶紧撤 要是跟我死磕的话 就不要怪我 伤疾无辜手下不留情面 哎 你说 我怎么就没拜你为师呢 早拜你为师 好 估计我现在呀 也不至于找不到男朋友了 你不是有一个那什么 香港富商吗 那个呀 那个还没落听呢 我要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怎么样也得 多元发展 我告诉你吧 我就打算这一次 在这个酒会上 把我自己推销出去 推销出去 好 加油 加油推销 好 不给你倒了 我回家了 不送了啊 我今天啊 就决定我让自己达到巅峰 巅峰 好 加油 巅峰 你呢 你看啊 我刚才为你想了这么多 说了这么多 你竟然跟我纠结做人的底线 那 那我想问问你 你说 什么是底线 你看啊 你就说 CC 他不也是吗 为了自己博上位 那背弟弟没少搞笑动作呀 别这么说人家 不是那么明摆着吗 你 你差点被他害得丢了饭碗 你忘了 我跟你说呀 职场跟校园没法比 哪儿比哪儿都不干净 一个字 走 好 不错 真的是不错啊 江云儿啊 关键问题是你觉得我朋友这话 他有那个生殖空间吗 我不敢把话做得太难了 凭借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这几个作品将来 一定会有巨大的生殖空间 你看这样的画风 这样的技法 我觉得真是独树一帜啊 好 现在关键是看来 通过什么办法能够 把它给推出来 没错 现在什么都讲包装 全是包出来 对不起啊 那我先实陪一下 我去陪下我的夫人 好好好 你们俩 你们俩 有戏 有戏 我跟你们说啊 这就是我最屁股江先生 知道吗 人家是啊 身价几千万的男人了 和对面病榻上的妻子 不理不及 甚至交给保姆她都不放心 这是什么 好 这是真正的辱上话 大家辱上 大奖 这么重情愿的事 还真是太重了 好 说什么呢 我这个夫人啊 常年多病 身边离不开人 让他家久等了 对不起啊 麦克先生 通过看你的画啊 我觉得你这个人 非常有深度 真的 你看你这么年轻 就有这么深的艺术造诣 真是让我感到非常的佩服 可是我现在帮忙 运作的这个艺术家人 非常的多了 我家里这个情况 大家也都看到了 我真的是很忙 所以说 我现在基本是出这种 不再接受信任的状态了 这点儿情我们来的见商 多多见面啊 我行吧 其实我 我现在也在待业阶段呢 我觉得我这儿也不傻啊 对吧 我我还我还好学 我觉得您知道教教我 我我真的我觉得 我我行的 我可以当我哥们儿经纪人啊 您又是大家 您又是这里边大师是吧 您教教我 那之类别人我 什么大家啊 我跟你说啊 实际上推艺术家呀 无碍无球那条路 没什么可新鲜的 真的 但是我觉得经纪人 确实很重 经纪人首先要在业内有影响 同时要形成自己的气候 如果说 你就推卖的这一个话下 我就有点困难了 这么巧啊 早 小姐 您也习惯这时间来上班是吧 我没有这个习惯 哦 要是不读车我早就到了 是吗 那我跟你说就是老天安排的 安排我们相遇你知道吗 那个大话室友怎么说来着 上天安排的就大 是不是 那个 哎 你吃早点 要不咱们先吃个早点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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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贱 想吃到别人啊 雪买 哈哈 我靠去 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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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 这是缘分 行了 行了 我给你说啊 那个 这个 这儿 来 这儿 你去看这个照片 歇斯 我一直想跟你说 我今天找你啊 我说的这么事 今天也休息室大家说了 快 要跟你说你今天要 你要不去的话 我肯定帮你走 明白 那就是麦子哥多介绍点画家 大家一起推呗 行啊 这反正我圈里朋友多 对啊 你就敢一点也是敢 轰一圈也是轰嘛 我当时不主张你们这么东拼西凑的 我觉得最快的方法呢就是 你们筹资建一个画家村 这个是比较快捷的方法 你看啊 我们把这些个有才华的画家 都让他们在画家村落桥 然后你再可以以画家村的这个 创始人的名义 来推荐这几个画家们的作品 那不就简单了吗 你这 要说这画家村 其实也不难 你现在郊区我就是块地 现值呢 是吧 麦子你跟你那帮哥们 对对对生活要求也不是特别高 对吧 我租一趟平房给你们 可劲使 没问题吧 行啊 其实那些真没问题 你齐活嘛 你 不对嘛 不不不 可不止这么简单 你要定期给这几个画家们 这个筹办画展 给他们印制这宣传画册 同时还要走出去帮他们疏通 各种容赖关系 诸如此类的这些个繁杂的事物 前期投入的话大约有 一百万 差不多了 不是 这个对于你新人来说 确实是难度大的一点 我跟你说 这样 小老师 你看在我的面子上 你就最后帮麦子运作一次 不是我不帮 我真的是力不从心呀 真的 不过我听到说年轻人想自主创业 这个想法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 困难吧总会有的 哪能说那么容易的 就能把事情办成呢 关键是看看你能不能敢于走出去 闯出去 这个最重要 林先生 如果说你自己要真有破例的话 那么我愿意给你提供更多的帮助 秦恩 秦老师 先谢谢你了 破例我是有的 有的 秦司 我一直想跟你说 别在这么多人面前再对我说 算什么了 我呀就是听说你最近有点麻烦 我就是想帮你 你怎么知道的 当我足够关心一个人的时候 我就会知道他的引擎 来 买这个杯子 推销给我 你 你 你别不好意思嘛 你就试试你把这个杯子推销给我 你看现在 没什么人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 你快坐坐坐坐 坐 先生 您看 这个杯子 它外观非常漂亮 白质也很过硬 而且主要是价格非常便宜 绝对是物有所值 但是 那个我们家呀 这杯子很拥 我也不需要啊 但是 它的造型真的很特别 你要是买回家送给您太太 她一定会喜欢的 不是 这样 这杯子造型再独特了 它是喝水用的 对吧 不能每天摆在这儿看哪 但是 但是 它是限量版的 如果您错过了 就再也买不到了 行 那这样吧 我回去跟我太太商量商量 如果她有需要的话 我到时候给您打电话 行吗 跟我每次出去见客户 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不是说留电话 就是说再考虑考虑 然后就没有下班了 这位小姐 我问问您啊 您平时去咖啡厅吗 会啊 那就挺喜欢喝咖啡的 算吧 但是我觉得啊 是这样的 就现在这个社会啊 不一定非得去咖啡厅喝咖啡 对吧 有时候你说你在家里面 去煮咖啡的话 也是有一种 这个品味的体现 您在家里面煮过咖啡吗 有时候也会 那有专用的咖啡杯 几个 一个 一般就我一个人喝 那有朋友来怎么办呢 那就不煮咖啡 或者用其他的玻璃杯 给他们喝 可惜啊 听起来太可惜了 小姐您想一想啊 一杯香浓的咖啡 配上一个精美的咖啡杯 你现在那种浓郁的感觉 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温暖 而且 你们女孩 尤其你们女孩 如果来家里做客的话 喜欢怎么样呢 喜欢有这种温暖的感觉 你说你自己拿一个精美的 这种咖啡杯喝咖啡 你给人那一玻璃杯子 你不觉得很可惜吗 这么说好像是有点遗憾 所以我觉得您需要来这么一套 就我们这个杯子 你看 我们这杯子啊 它造型很独特 对不对 一条一条的 粉色的上面还有小花 这种小花这种点缀 特别独特吧 这一下就显示出来 您这个主人的这种品味和品质 我们这杯子还有棒 你看这个棒啊 拿着它不烫手 你说客人来了之后 拿着杯子不烫手 就首先它就是那种小温暖 是吧 到了你们家以后 这这这种温暖的感觉 立刻就体现出来了 还有最重要的是 我们这个杯子 它特别的便宜 它万一多摔地上碎了 你 你不会觉得可惜 你也 你也不会觉得心疼 而且你还可以跟朋友说 你说我们这个杯子 也没多少钱 您不用担心 这样的话 你说你方方便便给客人的感觉 都是体会的一种温暖 一种气氛 人家客人都用来给你家的 所以我觉得您真的 是要来问你 好像还真的 没有什么理由拒绝了 你看你看看刚才那个 我们俩这个互相推销的这个 你说你给人推销 首先先上来说这个杯子多漂亮啊 这个都多精美 但是人家不一定需要啊 你看我 我一上来 我先是从你这个需求入手 我慢慢发现这个人是需要这个东西的 然后你再去通过这个杯子的造型啊 或者它的特点一步一步一步 深入到这个客户的心里 他就会不知不觉地有一种 无可抵抗的感觉 对吧 所以 你重要的是 你要先逼一步知道客户的需求 是吧 那个行 我也没什么别的事 我就是这么点事 那那个 那那那那那行 那那那你上班了好吗 我也去上班了 歇斯 谢谢 不客气 以后有事跟我出发 上班 你不要一死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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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然后呢没然后 好吧又变成了借口 时刻而至的温柔 连沉默也不能太久 也许在我都追你要懂 在眼神另一种交流 可为何我们骗就缺了 那一件中情的理由 就是有那么一个人 好有名义爱一个人 这戒不了的城 是划不开的门 爱不怕被忽略了的过程 就是有那么一个人 好有名义爱一个人 好我又不必问 好恋人不必等爱的事 越趋弱再越感恩 就是有那么一个人 好有名义爱一个人 直接不了的城 是划不开的门 爱不怕被忽略了的过程 是划不怕被忽略了的